大家好 這個禮拜每天中南部都在下雨 總算有一點曙光快要停了 不過這個是略少 慢慢在轉換當中 所以禮拜六的清晨 還是有可能有一些雨勢 但是預期會比禮拜五的清晨 還要少一點點 不過在台灣還是位於 整個季風的低壓帶環流裡面 西南風會有一點減弱 但是還在這個裡面 所以各地水氣還是比較多 反而轉換成北部 很容易有些午後雨的形態 中南部也有一點點小小的轉換 所以請大家留意這個變化 大致上下週還是維持類似的天氣 但是降雨的分布有一點改變 各位可以來看 這個西南風增強了結果 但是預期現在開始就會慢慢的減弱當中 不過還有一些損失在這個地方 所以禮拜六的清晨 特別是凌晨到清晨這段時間 在西半部還是有可能會發展一些 對流運氣起來 但是整體而言 因為科羅沙颱風已經明顯減弱消散了 那現在來看的話 整個西南季風就會稍微 位置有點變化了 未來我們在低壓帶的範圍裡面 其實相對之下還是比較不穩定 但是基本上沒有像之前西南風 這個強風軸對準台灣 我們這邊水氣比較多 轉為午後陣營的形態 那另外就是菲律賓東邊的 還是有一些擾動在發展 那有一些預測指出下禮拜 可能四禮拜五就會有颱風冒起來 不過各位可以看 其實這個變動度都很高的 還沒有任何參考的價值 看看就好 等到快升成我們再跟大家講 那時候也比較有一些參考性 但是整個來說的話 未來五六天 目前還看的話 還沒有颱風會侵襲的跡象 所以大家還不用擔心 導致說未來會怎麼樣 我們再來觀察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實在是下禮拜五六後的事情 那未來這幾天下雨 明天禮拜六早上 還是以南部為主 還是有降雨的機會 不過這個是屬於 西南風跟海陸風的交匯 所產生的這個降雨 那北部開始逐漸就會有一些五後陣雨 所以下禮拜北部要稍微留意一下 會有一些五後陣雨 跟最近是不大一樣的 那最近因為太平洋高壓明顯的弱化掉了 所以整個形態 基本上五後陣雨的機會 等到西南風減弱就會開始增加 所以大致上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氣 跟昨天差不多很類似 然後禮拜六其實還是要注意一下 連北部都有五後雷陣雨的機會 那各地因為水氣比較多 所以溫度暫時沒有上上去 但是因為水氣比較多 濕度比較高 這種黏膩感還蠻重的 請大家有時候外出的時候 還是要留意一下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